俄卫社,美国认为中国无法补偿俄罗斯因准备实施的制裁而所受的损失 据俄罗斯卫星工序社今日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采访时表示 美认为中国无法补偿俄罗斯因乌克兰周边局势而遭西方国家制裁所要遭受的经济损失 他提到,我们估计中国无法弥补俄罗斯因我们的制裁而要遭受的经济损失 我们和欧洲人都同意这一分析 我们相信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也明白这一点 如果俄罗斯决定实施凭空捏造入侵乌克兰的计划 美国及其盟国将对其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 沙利文补充说,中国支持的话也会让中国付出一定的代价 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提及到 在中俄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晤后发布的5000字的中俄声明中 没有一次提及乌克兰 他暗示这表明中国缺乏一个在当前危机中所扮演角色的热情 也就是给俄罗斯充当拉拉队长